大家好,我是莎姐 之前那一輯都說過,莎姐喜歡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較生活上有關的事情 未必是很喜歡說自己 因為莎姐真是小女人一個 其實有一個新聞令我覺得很遺憾 亦有時候頗火大 順天邨早一天,十歲的女孩子墮幣 單親父很傷心 昨天還很開心 還說一起玩 又說自己沒有給他公罰壓力 警方是沒有做任何事情的 警方說沒有遺孫,沒有不清楚墮樓原因 黎父就指出突然,仍未清楚女兒墮樓的原因 他就說自己沒有給子女壓力 亦說自己很寬鬆 但是呢 就說因為兩名子女停課一定的時間,不排除女兒因為復課不適應 另外有些新聞就報道了,學校那方面 他所做的學校的校長 就說了 關心這件事,派了社工去支援家長 其他家長也好 也說到學校其實沒有給任何壓力 相信女童在疫情下幾乎沒有太多學業的壓力 也說學校政策寬鬆 向家長表明,功課做不完都沒有關係 甚至鼓勵家長可以盡量幫子女做 他說學校在復課一星期都沒有做功課 讓學生做好準備 當然是說其他KIDA KIDA 莎姐看了這兩篇文 我覺得 這是我想關心的東西嗎 其實我覺得任何 當然報紙想寫的東西 會盡量取材 這個事實 會盡量把所有的東西帶給大家 這個也是事實 但其實莎姐不想看這些 與其各方面要看這件事 我就是看到這些報道 其實大家不停地推卸責任 為什麼一個十歲的女孩子會墮樓 為什麼一個十歲的女孩子會墮樓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看到 我自己覺得 我爸爸好像想甩這隻貨給學校 而學校是否關心女童呢 又不是學校 就是關心她自己的學校明星 又想甩這隻貨走 就說我們其實供貨沒有什麼壓力 我們這個星期都沒有被供貨沒有什麼 從來好像沒有關心過 究竟發生什麼事 從來沒有想過 檢討一下自己有沒有做過什麼 每個人都在互相甩 我覺得 一個小女兒這樣走 你們不是傷心 難過 或者是不開心的嗎 還有這麼多時間在甩來甩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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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的嗎 我覺得很奇怪 你說 那兩個人 是我們這些行人 我們當然是會揣測 因為不關我們事 我們又不認識那個小女 我們只是覺得 就這樣死了 會太可惜 我們可能都會揣測 但是因為我們是不認識那個小朋友 但是你作為校長 你認識他 你作為他父親 你養他 這個時候 還可以說這麼多話嗎 如果有人 正如我那次 我不是說我們這裡有墮樓嗎 我基本上 連是誰都不知道 但我不會去詢問究事情還是誰要去甩去 所以我都 在傷心難過中 因為始終還是街坊旁 就算我跟他們掃眉謀面也好 我不知道是誰 我跟他們掃眉謀面也好 都知道有個街坊 因為可能某些事 那一定是壓力的 撇除它吸毒 那一定是壓力 那爭取什麼壓力 而墮樓的話我都會不開心 我都不會一時間不停地想 究竟是什麼事墮樓這麼八卦 因為那一刻的不開心是會延長一段時間 但是你會看到小女孩墮樓有多久 兩邊就在不停地脫 看來他們也不是很傷心 那究竟是什麼人可以這樣做呢 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女孩墮樓 她不是應該還在傷心當中嗎 還可以在這裏說 應該的 她還很開心的 還可以在這裏接受 不不不 她還可以說得這麼詳細 說她之前都沒有異樣的 她在難以功課壓力 我都沒有給她功課壓力 你給我看來 你作為父親 你根本是一直在找藉口 你不是真的在傷心難過當中 你只是想脫罪 所以說這麼多廢話 而校長當然是廢話 因為她是校長 她要保護她自己的學校名聲 讓她全部洋出來了 但是 是應該這樣做人 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成年人 是應該這樣去看這件事嗎 你這樣 將來將來 將來小朋友長大 就會覺得 人命並不重要 我們並不需要有同理心 我們需要有的就是脫罪 總之不要脫到我那裡 我總之看到有 無論是適合你錯 還是脫罪給別人 所有事情都不在乎於我錯 我真的希望 大家真的好好地去看這些新聞 也希望政府對一些疏不照顧兒童的家長 或者教育事項 是真的要嚴重地去檢討檢討 因為之前幾天 也有個13歲小男同墮樓 死了 究竟教育是否可以 令到他們覺得生命是這麼不可貴呢 他們十多歲知道 熬過什麼苦呢 知道真的什麼叫絕望嗎 他們不知道 學校沒有教給他們 真正的希望是什麼 就是不停顧書其他 古靈精怪奇異怪怪的東西給他們 這是我們教育出了問題 而 我們另外一個教育出了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好好教家長 你生一個小孩就要對付責任 不是你一時happy 想生一個cool ball cool蜜蜜 而生一個小孩出來cool 你既然生得他出 你只要負責任去照顧他 那希望 這些小朋友都安食了 那也都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提醒身邊的人 好好照顧你身邊的小朋友 不想有悲劇發生的事 不想有悲劇發生的事 不要想著 整天都為他的 要考什麼小學 要考什麼中學 要考什麼大學 要考什麼大學 以後將來會怎樣 你十歲都沒過 十三歲都沒過 你還有將來可以嗎 那這次就 到這裡 那 下次再聊吧 ok 好了拜拜